这一段是 当我们物价上涨 消费者一样要买单的时候 那他们涨价 获利率 净利率就提高 那当然这样情况下 股价自然会涨 脑袋决定口袋 口袋决定自由 嗨大家好 我是储狂人 欢迎收看财富狂奔 许多人投资股票 总是小赚大赔 甚至是没有赚到钱呢 他就出场了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今天节目 很荣幸邀请到 财经博士杨宏伟 来跟大家聊一下 他是如何靠着分散持股 摆脱一般散户 小赚大赔的命运 而且他不用天天盯盘 投资呢 只要跟着景气循环走 年报酬率可以翻到两成以上 而且还可以年年领到破百万的鼓励 欢迎今天来宾杨宏伟老师 嗨各位好 我是杨宏伟 老师啊 第一个问题是想要请问你 就是说很多散户的股票 他们都是操作的没有很好 他就是小赚大赔 然后有的时候是没有赚到钱 然后他就出场了 然后你就是不想要有这一种 跟一般散户一样的这种情况嘛 然后所以说你才创造了一个 你自己的投资心法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尽可能是 照着趋势的方向做投资理财 那投资理财上面呢 总是一定会有行情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跟着景气循环投资嘛 景气在谷底的时候 我们最适合的就是做金融业 在成长期的时候 最适合做电子业 在我们现在高原期的地方 就最适合做传产 那传产之后 恐怕我们离后面的金融危机就不远了 这就是一个pattern 一个循环在后面走 那买低卖高分散投资嘛 基本上买低卖高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 我们在做股票投资理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focus在价差 其实价差最重要 那平常当然我们的股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们大家应该是受到价差的诱因更大 那买低卖高是一定要做的以外 分散持股呢 这是我们在学术上面很注重的一项东西 因为你分散你就不需要做这么仔细的研究 配置 你的研究就不需要这么深 像Win Buffett他们就他就常讲说 他想要把所有的钱放在几支很厉害的股票上面 对那是他现在 那而且他们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当我们如果有把股数减少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我们手上持股 那前提是要有能力分析啊 你如果没有能力分析的情况下 那最适合的做法其实就是分散持股 完全不用伤脑筋 像以我之前股数多的情况下 有的一百多档 现在也有七八十档 在这样情况下 每次盘一打开 那就是红红绿绿 每天都是红绿绿的 很好睡觉 就是每天每天的portfolio里面 基本上差不多 performance也差不多 那只有遇到大行情的时候 你就发现所有股票全部都翻红了 那这种情况下 就适合卖股票的时候 因为卖高嘛 也就是股票 红的红K的时候卖股票 因为是卖高 买低就是黑K嘛 对股票杀下去的时候 是在低档区 那买低的话一定是黑K 所以黑K的时候买股票 买黑卖红是我们最常 最常使用的方式 然后分散持股 那再下面一个是选 现金股利值利率不错的 基欧股票 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 我们通常都是选 长期平均稳定5%的股票 所以就算我们是分散持股 我们还是往5%的股票来走 老师这边问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 就是整个台湾的高值利率的股票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而且台股平均值利率 已经原本大概是4% 现在已经掉到可能3.1几%了 就是被高股息ETF 把所有股价买高值利率就掉下来 所以那像这种你刚刚讲的 5%以上的这种的标的就越来越少 你会有什么调整的方式吗 我们调整的方式啊 我的做法就是人多地方 我永远不会去 就是也就是说像刚主持人讲的 高股息有一大堆票的高股息ETF 他们买到的成分股 我一概不会挑 因为那里面的成分股啊 除了散户大众 大家都会去买那个ETF以外 大家也都会从里面的成分股去选股 也就是这些一群里面的筹码一定是脏的 一定是脏的 那既然是脏的就一定涨不动 所以那种只要是进入ETF选出来的股票 然后散户特别爱的 无论是ETF还是成分股 是我一概不会选的 那我们我们1800档公司 在上市櫃上面嘛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 那些ETF重复选到那些标的 他们选到标的也不过就100档 也就是说主持人 我们刚刚讲的 是的确有越来越少 不过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100档 大家没有在听过的 还有1700的1600多档的股票 其实大家听都没听过 隐形获利高手啊 那些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老师会比较去挑一些 像比较冷门股的这种高值率的股票 对对 其实虽然是叫冷门股啊 也就是100档以外的股票 全部都被归纳 其实是多数股票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股票 报酬非常好 只是老板他没有这么轻于跑 公关行销这一块 他们比较 对就比较不有名 OK好 那最后 最后我们这一个是 像股价下跌的时候 更是加码买入的好时机 像一般我们在买股票 我们其实包含我也是在内 就是我们一旦选股了以后 我们最我最多的经验就是 我们当我买完以后 股价就开始跌了 那一旦跌了以后 我们难道我们有看错股票吗 我们还是对于我们的股票 还是非常有信心嘛 那但是他股价往下跌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就是每跌一个幅度 然后我们进行加码的动作 加码也就是变摊平 所以要跌一个很深的幅度 就很适合摊平 那接下来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说 第一个新法是跟着景气循环 在投资 那你是如何去因应 不同的景气循环 去布局不同类的股票呢 就是像 就是你要从这边 开始跟我们介绍 也可以也可以 像以这样的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business cycle 或者是我们称一个 经济的循环 那在我们除了 实体经济循环以外 我们还有股票 金融市场的循环 那我们都知道 金融市场循环领先于经济嘛 那我们这边就是以 股票 当中它是股票的循环好了 那在低利率的时间里面 我们做 就景气比较差的时候嘛 那就处于低利率的情况下 那我们比较适合做金融业的投资 那当我们股市 就是渐渐的复苏起来以后 我们就比较适合做成长期 成长趋势的那些产业 比如像电子业啊 像我们过去 这个金融风暴后到现在 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做 电子业的期间 又处于低利率 然后对电子业的成本 又相对的负担比较低 营运成本低嘛 所以他们的成长力道 就会非常表现比较好很多 那接着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又进入高利率期间了 高利率期间里面的时候 电子业的营运成本 相对的变得高非常的多 那变得电子业高很多的话 变得获利空间就被压缩掉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只有一种产业 产品售价可以反映成本啦 它可以直接涨价 它又不会受到 消费者不买单的那种情况 那这种产业就是传产 传产都是民生必需品 所以 十一柱形这个东西涨价了 老百姓即使不满意 他也得买单 他不买单的话 他人就一定要吃嘛 吃里面就包含了食品 也包含药品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东西 你是没办法杀价 尤其是药品 更不能杀价 所以 在我们通膨期间 我们就是要投资一些消费者 势必买单 非买单不可 消费者可以不买手机 可以不买电视 但他就不能不吃 所以我认为就是要 现在这个期间里面 就是 往 高通膨期间 然后物价会反映 也可以反映到消费者那边 消费者也买单的 这种产业 OK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 是刚需的那种用品 对 那那那可是像像像去年 其实就是已经都一直 维持在高利率了 对 那去年可是很多 涨的股票不完全是传产 很多电子业 他其实也涨蛮多的 会 对啊 就东西在涨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那么分产业的 但是会我们会 可以看得出来 哪一种产业 他在销售上面 是很得力的 那有些产业 当然他可以 会一样会能成长 像一些IC设计 他可能没有 只有电 公司进去 只有电脑 他根本没有厂房 什么都没有 那那种他们的 营运成本相对就比较低 那他们的爆发力 可能比较强 像我们看到NVIDIA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没有工厂 所以他所有利润 全部可以完全可以反映 他就一大堆电脑 在做设计而已 所以他没有这么多的 那个营运 资金成本的那种问题在背后 那你现在手中的持股 有大概是哪些 我手上的持股 就像下一页这里 我手上持股 大概就涨这么多 这么多累 然后我会比较强硬的 去控制资金分配 我尽可能让我的产业 比较超过20% 那单一个股 不超过10% 这蛮重要的 因为一旦我们重压 我们最多的经验 就是重压的股票不会涨 买最少的涨最多 大家都有的这种经验 其实我们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强制让自己 接受平均的概念 我们在学务上面 很重视军权 那在军权上面 我的做法产业不超过20% 所以我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这观光12.9% 这算多一点的 金属能源 因为原物料期间 金属能源地方 我大概占10% 那对 这样铁金紫泥的个股 我也大概8点多 百货业9.5% 尽可能的10到20之间 让它不要超过 我大概做法大概是呈现这样 我注意到你这边有中国跟恒生 这个也是台股的标的吗 这个是我们的ETF 对这是我们的ETF 那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不超过2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也不会超过20% 因为这两个我们 虽然是恒生啦 但我们认定它同一个国家嘛 所以既然都在大中国区里面 那我们就 我还是做法是不要超过20%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个配置 我好奇的地方是说 所以你这边是台股以外 另外再配置就是 大中华这边的股的ETF 那可是没有像什么 欧美那边的 对所以因为这个表示 我是提供我股票清单 那欧美那边因为我的 我在共同基金在10年前 我已经配置过了 所以比重已经很重了 我不想要 我不希望这边再放继续加码 又变成重复投资 所以说你其实是全世界都有投资 我的分散是要全球的 货币也尽量尽量要分开 那你手上持股有 我有去算了一下就把它加起来 有82档 那你这样子是会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去 去顾啊 这个这个就是大家常常心里的问题 对啊 我们学务上告诉我们说越常看越容易亏钱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打开卡盘 一看嗯 红红绿绿的很漂亮 好大概就这样就可以加过了 我就没有没有在管他了 因为其实买卖股票都有一定的时间点 在固定的时间点才能买股票 什么样时间才能卖股票 有季节的 对所以其他时间没有看盘的必要性 所以那你是大概在什么时候会买股票 什么时候买股票 通常第三季买股票 第一季卖股票 哦OK 对我们大概都是这样 那其他时间看股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坏消息才刚开始 或好消息刚开始 没什么没必要去关照他们 可是你刚刚有讲说 他跌下来这时候你还会再加码吗 就是分批分期 定期定额的做法这种 定期定额 就是对我每一周就固定买多少 每周固定买多少 这做法很像WinBrufet的那种操作方式 所以就是你不看 但是你会定期买 嗯 买股票的话就像我说第三季买嘛 我第三季那三个月 我会这样陆续这样买过去 第三季那三个月才会买 嗯 然后那等到 第一季就会有一些把它除掉 对 就是有行情嘛 像我们现在最近行情就是营建嘛 那如果营建在我们第二季大好 那好啊 那就那就除啊 国建也涨超多的 不是吧 对 所以涨很涨翻倍的 就把它除掉 没关系 嗯 好另外你啊 你会选择就是现金殖利率就还不错的 极有股票 然后那想要问的是说像刚有讲到现金殖利率要到5%以上 然后那你现在都还是看这个5%吗 还是说有有有有有哪些调整 那以现阶段来说有哪一些股票是你觉得有符合你心中的这个这个这个标的 哦 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就像主人刚讲 因为我们股票都已经被拉得很高了 所以它质地率或许看起来没有很漂亮 那其实还有非常多股票 现在还被压在谷底 大家觉得都不是好股票 然后它的交易量非常非常的低迷啊 哦 那像那种股票是我比较偏好的 可是这种很难买 因为买一整天你要挂个单 自己不小心拉涨停 哦 你怕这样子吗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哦 我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我在前一天晚上先挂平盘 哦 先挂平盘 我前一天就先挂好平盘了 所以我不需要隔天早上起来 赶快开个电脑啊 或者是开手机 赶快在这时候才会下单 因为当我们看到股价在跳动的时候 心情绪会被影响 股票在前一晚都不动的情况下呢 像一条死鱼一样 我们很冷静去看待它该买不该买 嗯 所以我的做法我会建议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 冷静的时候下判断才会是 才是一个好的教育策略 在前一天晚上睡前你觉得 你该买 比如像现在最近很红 银件 或者是你觉得我们 我刚刚说的啊 那个 我们是高通盟时期 所以我们投广原物料啊 可能像钢铁夜网那边方向选也是可以 反正就是在它冷静的时候 你冷静的时候 然后我们下个单 明天早上买的到买不到 就是看他 看老天又没有让你成交 有买到就买到 没买到就算了 就明天再挂 对股价股价一定是上上下下动的 他很容易碰到你啊 你很容易碰到他的哦 OK 所以那像现在有什么 哪些标的是 现在是高 啊 高原期嘛 就是高通膨期间 就是像这样高通膨期间 高通膨期间呢 布局传产 那布局传产的话 我就会比较推荐 金属能源类 或者是铁 钢铁 金属 纸类 纸类就是很明显 纸浆类嘛 就是像台子啊 那个很多 那水泥 像这种都是原物料里面 那原物料里面东西 还包含一些食品业 这食品业 可能你也可以好好参考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 大概接近5%的 接近5%的 像这些吗 嗯 对 像这些 算 算 就是我那天 从 贵公司的网站上面看到的 上面有一些 现金殖利率 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但是这个东西 真的是只能参考 因为它是过去的 过去的 那一旦股价涨了 它当然殖利率会掉 那这个都是过去的 那看起还可以 还可以 那 对 这是KY 如果有人偏好不是KY 那你不要选这一档 对吧 那像这个是 金华酒店 饭店业 在观光业的饭店业里面 它最大的特色是饭店 有土地 有建物 所以它基本上就跟投资房地产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 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 它就很容易上来 因为我们会把资金转移到避险资产上面 有土地的 比如像台肥啊 然后南港啊 像这种 就是土地有的保值 防御型资的产业 资产股 资产股 对资产股 它就算了 那它就是 那金华会归类在资产股 像什么什么大同啊 大同也会 很多土地 什么南港啊 是是是 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其实就是像这一种 它因为它也算是其中一档 那我们可以记得 我们如果记性好一点 我们回推到上次金融风暴的前 2008年 我们的股王是金华酒店 他曾经当过我们股王一两年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case 也就是当初的饭店业 在后面它会上涨 这个让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看我们金牛 或是不是饭店也会上去 那像下面的华旗 威治大成钢 像这一种 传产在早年 在开公司 这些老公司啊 都是有厂房 自己有土地 有土地盖厂房的 所以这些都是 除了他们本身的金属啊 虽然贵金属会上涨以外 他们也是防御型的 如果这样讲大家可以还可以联想到 纺织业一定也算 其实纺织业是有土地有厂房的 这些都是防御型的 那接下来再往下可以看到 我是有勾到玉米就是散装轮嘛 为什么会勾到散装轮 其实一定不止玉米啊 这是因为画面有限 我就勾选一个这个比较代表性的 原物料上涨 也就是金银铜铁全部上涨 加上我们的大米小麦 那些所有农产都会上涨 那这些东西是要靠谁来运送 散装轮 所以原物料 原物料跟散装轮这个东西 会全部都挂钩在一起 我们铁矿砂也是需要散装轮在运的 原油也需要散装轮运 所以这些散装轮就是在运这些原物料 原物料上涨 存货需求上升 大家会赶快下定单 所以这一个东西一定上涨 在后面 在后面一点的地方 那当然亚泥水泥也是 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原物料 所以所有东西 未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所有的物价都会往上走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大部分人 就是进入股票市场以后 只要看到股价是连续下跌 就往往会很想说 我是不是买错了 想说我要该换股 我要该把股票卖一卖 然后但是呢 你是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然后反而是不把股票砍在低点 然后这时候你反而会逢低加码 所以接下来想要请你分享一下 你的那个加码原则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假设我们最上面买一张 然后呢 跌了 这边是20元嘛 跌到60元时候进入加码第一次 也就是以这张图来看的话 已经跌了两成 跌了两成 跌两成 如果是各买一张 那就会平均成本大概就是90% 那他如果下面买的张数比较多呢 他就可以把我们交易成本压在90%以下 可以降下来 所以我们的交易成本会呈现一个抛物线的方式 这样子下来的状况 所以我们下面买的张数如果越多 买的越多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交易成本降越低 也就是上面如果是买20 我们跌到8块 没有摊平的人会希望股票涨回20块 才能离开 但我们如果是这样加码 这样向下摊平的情况 交易成本会降到大概这个水位上面 也就是跌到8块的时候 我们一样买4张 但8块只要涨到12块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回本了 我们不需要等到他20块才要离开市场 因为我们要去想看 我们买HTC1300 或者是买国具1300的时候 我们怎么有可能说 我们希望他涨回1300才能离开呢 他涨回到200的离开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样用摊平的方式做 你就可以很简单 即使没有回到一半 一样能赚到钱 可是HTC是跌了98% 你这个会买到破产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扯到分配能力的问题 也就是当我们第一次买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一共要买这么多 第一次就只能买这一单位 第二次要买两单位 第三次买三单位 第四次买四单位 所以第一次买你就只能买到一单位 就是每次一开始进场的时候 只能是小单位 对不能一开始就买可能一成两成的钱 对我们以这样子一二三四加起来是十张 以十张来看 我们有能力买十张股票 我们第一次买就只能买到一张 也就是只能买到10%股票进去 我们要预留90% 认为我们第一次决策是错的 虽然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但我们要假设自己是错的 然后我们也要买 那要怎么买比较好 大概是这样 好那最后我们来有一个网友提问 然后他是说 他是他买了满手的高股息 买了878跟919 接下来他想要加码一档 然后月月配的高息ETF 因为他想说我希望可以有一个月月入账 然后被入账通知叫醒的这种快感 然后那每月配的呢 有像929、934、936、939还有940 那目前这五档就是月配高股息的ETF 那会建议他选哪一档呢? 好我们现在来看月月配的股息 这种ETF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929、934、939跟940里面的持股 重叠性非常高 他很容易看到类似的股票 我们会看到936这一档 里面他里面持股 跟其他两边的差异比较大 这边只有列出几档 你会回去把整个历史拿出来看 你会发现这一档的差异相对大很多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讲到 就是我们的网友他的持股 我已经看了一下他里面的成分 这一档离跟他原来的成分差异最大 也就是如果网友如果还是想要做 左边两档跟右边两档 这种ETF的话 你重复投资的机会涵盖就非常高了 那为了让他可以做到充分分散风险的这个优势 那我会建议做这种ETF 因为他可以投资在他本来没有投资到的项目里面 这样子他的预期报酬分散风险状况会做到更好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好今天谢谢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觉得有收获 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 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在YouTube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